在高麗多前書12章16節那裏,因為我現在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在高麗多前書12章第17節那裏開始 《 若全身是眼從那裏聽聲,若全身是耳從那裏聞味,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驅隔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那裏,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 若全身是眼從那裏聽聲》,如果全身是一個功能,譬如有些人很想能夠廣道,或者很想能夠大敬拜 如果每個人都是大敬拜,每個人都是廣道,其他的功能在哪裏呢?所以我們要學習接受,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恩賜 我們沒有別人的恩賜不重要的,最重要是我們發揮神給我們的恩賜,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呼召,有一個自然的傾向的 這個就是神創造我們的時候已經放在裡面的,譬如大家會留意到,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留意自己小時候 有些人是小時候已經喜歡畫公仔的,有些人小時候已經喜歡做老師的 有些人小時候已經是對大自然很有興趣的,或者對於研究有興趣的 這個就是神放在每一個人生命裡的特質,這個是其實很特別的,神是 就是體重每一個人,就算這個世上的人,都是有些人生出來有特別的質素 這個特別的質素,當他信耶穌之後,神是可以使用他成為淑靈的恩賜 而我們信主之後,和聖靈充滿之後,神也可以將更多淑靈的恩賜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呢,就從我們那個自然傾向發揮,我們有的恩賜 我們不需要勉強去追求某些別人有的恩賜,但是可以嘗試的 是可以嘗試的,就是可以嘗試一下,試一下,訓練一下,接受訓練 在某一方面的恩賜可以試一下,那如果發覺,咦,真的又可以 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在那方面發揮了,譬如我自己呢 也都是在我侍奉的時候呢,有不同的情況之下呢,就去發掘淑靈的恩賜 其實呢,我是三十幾歲的時候,為什麼我開始彈琴呢? 原因呢,就是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呢,就因為團契沒有人彈琴 那麽呢,就有一個教友就跟我說,他說呢,現在呢,那裡在外國的 他說現在呢,店舖就有一間,有一個電子琴賣,就賣得很便宜 還有呢,他可以一隻手指就按個和言出來,可以單,就是一隻手指就彈主音,一隻手指就彈和言 那他就告訴我,那我就去試一下,因為我從小時候就,小時候已經學了吹口琴 那吹口琴呢,我就學到一樣的能力呢,就是,當我聽到音的時候呢,音樂的時候呢 我立刻可以將它的soul far name 唱出來的,這個是一個很有用很有用的一樣的能力 譬如,我隨便找一首歌,譬如說,dore mi so so la so mi re do re mi mi re do re 那我一聽到音,我已經做得到,那我就試一下去那個八貨公司來的 那我就試一下那個琴,那就,右手就彈了一個主音,左手就彈一個單手指的chord 因為他會出一個單手指的chord,那我試一下,咦,可以啊!那我就買了琴回來試 那時候呢,我還未懂得用那些和言的原理的,我那時候是用很簡單的 就是Do,用C,譬如是C調,就用Cchord,就跟著那個,那個音來轉chord 這個初期,後來我回到香港,就跟了一個老師學,開始學外形 後來也跟不同的老師,就發掘到神可以使用我去彈琴 我也是很積極的,很積極去練習 這個也是發揮這個恩賜,以及各方面的恩賜 譬如我經歷聖靈之後,我看到那些人怎樣帶領聚會幫助那些人經歷聖靈 有一次在宣教的時候,我說我都試一下 當我試的時候,那些人都經歷聖靈,就讓我啟發到了 其實我們可以放心去使用,神會運作的 我就學習到怎樣帶領人更加投入去經歷聖靈 今天我們這個經文講到,一方面我們本身有不同的恩賜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也同時別人有別人的恩賜 就是說,別人有的恩賜,我們不需要妒忌 因為神就是這樣配合的 譬如到今天為止,我是不是很清楚聽到神的聲音的 但是我收到的是什麼呢?是神的教導 我很多時候都會收到神給我的教導 這個我很感謝神,給我很多怎樣處理生命 怎樣跟神有密切關係,怎樣用靈報告 神都是教我很多這些教導 但是這些教導就不是聽到聲音的 是一些意念來的 在一些人來講,他會覺得這個就是自己想出來 但是其實又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是他在我的裡面自己有出來的 根據《彼勒比書2章13節》所說 就是說,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說我們會立心跟蹤神 以及會行出來 就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就是聖靈在我裡面動工的 而且不是我本身有這些知識的 不是我本身學到回來的 是自然走出來的 所以我就知道神賜給我這個教導的恩賜 所以我就多謝神父 那我就去發揮 但是呢,我是沒有直接聽到神的聲音的 還有我沒有見過耶穌的意象的 而我曾經為人祈禱,他們即時看到耶穌 有上天堂,看到天使,是很多不同的超自然的經歷 但是呢,我根據聖經,我心裡並不會去妒忌 我也會珍惜一些人有不同的恩賜 譬如有些人有敬拜的恩賜 有些人有行政的恩賜,組織一些東西 譬如有些人有,他是比較有思想,比較有智慧 或者有些人有聆聽到神的恩賜 或者見到異象 那我都會鼓勵這些人呢,去多親近神多發揮 我會幫助他們發揮 而我深信呢,在神的群體裡面呢,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一起配搭 這樣呢,就能夠全面性地做到神想我們做的事 所以這個經文是講到說,就是我們本身我不是另一個人 我不是另一個,我沒有另一個人的能力 不重要的,我們一起配搭 那我們就一起發揮 那這個是基督徒應該有的態度 也都不要勉強,有時候 就是有些人他很自然有的恩賜 那我們就為他感謝神 但是我們不需要勉強說,我一定要好似那個人 而我們能夠配搭 就是互相配合 那配搭呢,也都需要很多 我們學習,怎樣跟人相處 就是譬如說,我學習 接納人的不完美,因為人總是有不完美的 譬如有些人呢,他又收到神的聲音,他又見到耶穌 但是呢,在他生命裏面呢,我們就看到他 都有幾多破口的,這個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因為我認識過有些人,他有先知性的恩賜 很強的 但是呢,他對於處理生命呢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的,就是為什麼會 就是在言語上啊,待人接物啊 為什麼會這麼多問題呢? 那這些我不去問神 我說為什麼這個人有這麼多問題 都依然有這麼多恩賜呢? 我不去問,因為這個是神負責 不是我負責 那但是我和有些人相處 譬如有些先知,我認識過先知是 他生命真是很有問題 那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而生氣啊 但是呢,他在某程度上呢 他做到一些項目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那我也不會妒忌 但是呢,我就是 就是我求神啦 連問他,因為他有些做的行為呢 因為他有些做的行為呢 就是我認識有一個先知呢 就是我認識有一個先知呢 他真的,他的行為真的很有問題 那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而 所以,他會生氣啊 排擠他啊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但是我可以影響他 我是已經影響了 但是我沒有影響不到的 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去介意 不去介意他有這些問題 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可以影響的就已經影響了 那這個就跟著他要負責 那所以也都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在我們發揮恩賜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恩賜放高於生命啊 就是說呢 熟靈生命 熟靈的果子是重要過侍奉 重要過恩賜 因為當一個人如果他是不斷地侍奉 但是呢 他很多破口 比如傷害人啊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 自私啊 去攻擊人啊 去搶羊啊 這些神不喜歡的 神不喜歡的時候呢 他會受苦的 就是我們的心裡面呢 就是說 我想我做的都是神喜悅的 是神喜歡的 我不需要呢 被人的影響 人家有問題 不關我的事 我不需要介意的 這樣的時候呢 我就會 不給他們影響 但是也都 在可以合作的範圍 我 我也想說一點的 我們跟不同的人 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也都是神所安排 也都是 也都看過人的生命的 譬如如果人的生命有問題呢 就算他有很強的恩賜 就算他有很強的資源 我也不會想跟他合作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會帶來破口 他會令到一些人說 為什麼這個人 這麼有能力 這麼有恩賜 這麼有資源 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我不去答 神給他 這些恩賜 這些資源 是神給他 神會要他負責的 我不需要計較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這個就是我 就是呢 單單 看著神 倚靠神 做神所喜悅的事 就能夠接受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 我就不需要介意的 那雖然我 就好像耳朵 不是眼 不會熟活生子 我不會這麼想的 就是 神給我有我的重要性 給我有我的崗位 而我想鼓勵大家 你們每一個 無論你的恩賜有多強 多弱 你都有一個崗位 神都會使用你 只要呢 我們個個都聽神話 我們就遵從神呢 神就會賜給我們各樣的恩賜 以及提升我們的生命 那我們呢 不需要擔心 哎呀我 我都是沒什麼用的 如果我們有時候 哎呀沒用的 不行的 我做不到事 這個是魔鬼放在我們心中 或者我們聚聖情 放在我們心中 令到我們覺得 我們沒有希望 沒有盼望 這個永遠不是神想做的事 那昨天在我們聚會呢 其實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說呢 啊 啊 土神喜悅不難的 我們悔改信耶穌 整個天堂就歡喜了 我們犯了任何罪 我們悔改神又歡喜了 神很喜歡我們去 啊 親近祂的 我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 啊 啊 會結出果子的 償在耶穌裡面 祂就在償在我裡面 會結果子的 那麼呢 還有呢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啊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很多的恩典 就是說 原味神都喜歡 所以我們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那我就問 那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那我問大家 我說你有幾個覺得 土神喜悅不難呢 但是我發覺 有很多人沒有舉手 也都有 啊 一些數目的人舉手 那我就鼓勵大家 我說呢 就是 信神的話 神話 完美 不要緊的 我總之我向著神的方向去 我聽神話 神一定喜歡 我就可以呢 開開心心 每天都跟自己說 我是神喜悅的 啊 神是給我 恩賜可以給神使用的 我可以給神使用 神喜悅 我去侍奉神的 那 就是每天都告訴自己 聽 聖經教導我們 我們可以開心 我們就開心 我們就有平安 喜樂 我們就能夠發揮生命了 就不會說 哎 為什麼那個人有這些恩賜 其中一件事 我很多時候都聽人說的 他說 我已經追求很久 當然都沒有謊言 這句話 我真的聽過不少人說 他說 我怎樣可以有謊言 我說 其實經歷聖靈 其中一樣是謊言 很多人都會經歷平安 喜樂 興省 愛 激勵 能力 醫治 他們都有經歷這些 就是經歷其中一部分 那他們就覺得不算數 沒有 一定要有謊言才算數 我說 聖經什麼時候說 一定要有謊言才算數呢 聖經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為什麼你要執著於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的教導 就一定要有謊言才有靈洗 那我自己就覺得不是的 就是一個人 其實 他越來越經歷到聖靈 譬如我們昨天在聚會的時候祈禱 那我在祈禱一開始就 立刻已經感受到神可經歷的同在 那種能力 那種 平安 興省 舒服的感覺 還有那種搖動的感覺 立刻來的 那我就跟大家說 我說 我們在這裡親近神 我們信靠神 我們又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那沒有理由我們親近神 是魔鬼先的神 所以一定是神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深信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了 我們經常都可以經歷神 神這麼大祝福 我們就可以開開心心地去 就是說 我今天 神起源我 我跟從神 神起源我 就算我不夠完美 不要緊 我還未夠完美 總之我向著神的方向去 神一定喜歡的 神一定欣賞 所以我又可以開心 這點很重要 我可以開心 其實開心是很重要的 原來 人不開心 身體會有很多問題 很多關節痛 很多頭痛 很多失眠 都是因為情緒問題的 而就會難了我們的生命 但是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喜樂平安 有力量就一直發揮 所以呢 對於神 還有對於恩賜 還有對於 我們每個人有的不同的能力 我們都 不同的能力 恩賜 我們都會有正面的看法 按照聖經的看法 按照聖經的看法 欣賞每個人 欣賞自己 因為我們都是神 按照祂的心意 把恩賜賜給我 所以我可以歡喜快樂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天天歡喜快樂 這樣去投入 侍奉神 在每一種壓力之下 也更加有果子 整個生命蒙福 天天都開心 好 我以上所說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回應呢 所說的 如何能夠開開心心 發揮恩賜 開心是奉神 深信神喜悅我 為神所做的 大家能不能夠 不只是知識上有這個知識 是真是 真是 深信並活在這種喜樂的狀況 活在一種是被神祝福 是蒙恩的狀況 OK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聽到清晨了 OK 那有沒有人有回應呢 有沒有人有問題 因為你可以這樣回應的 你說我 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感謝自己 那我就為你開心 那有些人可能說 很難了很難了 我欠什麼 我欠在哪一處 我不能夠 接受到自己 或者我不開心 我覺得自己是這麼特別 不覺得自己是神會使用我 給我這些數量欣賜 大家可以說的 你做到你可以說的 是 葉牧師 葉牧師 是 我是評審 我發覺有時候 忙起來好像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神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我應該要去做 這樣 當自己沒有這麼忙的時候 就會容易記得 這樣 我應該怎樣 是不是時時刻刻都要想著 神是對我很好 神是給我恩賜 我要發揮 是不是要這樣 是啊 整天提醒自己 我每天都會提醒自己 還有一個人 其實放多少心在神那裡 我用一個比喻 來比喻 你就會明白的了 當我們的心很喜歡一件事 譬如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試過有時候都會想去買些東西 對不對 現在網上可以搜尋了 我買什麼東西 譬如我現在買這個 機器 可以在 我覺得聲音真的很清楚 而且不受周圍的聲音影響 我覺得很好 那我去搜尋的時候 很投入 很投入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經歷 就是我們很緊張 要買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用心思去找 去找 看看這個東西是否適合我 有什麼更好的 哪個最好的 我們會很投入 我們會很投入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會否忘記了這件事呢 是不會忘記的 即是 即是寄實寄實 直到找到這件事為止 我再放回神 如果我們對神 都是說神是我的一切 我一切所有都是神 神一切都可以給我 所以我就去全面相信神祝福我 我全面相信神愛我 我又全心愛神 神就將一切給我 所以當我找到這個 神的時候 我都祷告問神 神帶領 我找到 我又多謝神 即是我什麼都會 扔到神 這是一個習慣 就是說 正如我們 看重我們生命中的東西 我們更加看重神 這個就會 培養成一種習慣 就是我一起來 我一定是感謝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如果我們都能夠 每天都有定的時間 去親近神 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了時時都去思想神 愛神 我們自然的人 就會時時被神推動 生命就會很容易 就會很容易想到神 OK 嗯 我明白了 好 因為我太多時候 用了自己的方法 沒有時時刻刻去想自神 所以呢 就好像總是覺得 好像 為什麼我好像 不記得了神 那樣的 有這個感覺 我明白了 麻煩你了 楊老師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 就是 你能不能夠 最重要的回應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到 就是說 難不難 有姐妹應該是想發言 他想我解除正音 我們是不可以解除正音的 你自己要按 你自己是可以解除你的正音的 你按一按 插麥克風一下 就可以解除了 牧師 我想問一下 其實都是你上次說過 但是我有些 忘記了 你有說過 恩賜 如果自己有的 被斥餘的恩賜 越用就會越發揮 如果不用它 恩賜就會減弱的 然後你又說到權病 權病又說 越用就越有 越不用就越沒有了 你說這個權病 和恩賜是不是相關的 權病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越聽神話 神就給我們領域 譬如在亞比斯祈禱那裡說到 求神擴展他的領域 就是說 他的生命被神擴展 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領域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譬如我們在教會 我們就去侍奉神 去侍奉神 去侍奉神 關心人 那麼 教會的人就會接立我們 我們就開始在這個教會 有一個領域 那麼這個領域呢 就令到我們能夠 在那個教會裡面有發揮 即是有發揮的機會 譬如一個初信的人在教會裡面 他是要逐步建立這個領域的 就是他不會自動給他的 一定是他的生命 顯露出他有愛神的心 所以眾人就信任他了 信任他的時候 就開始給他一些機會了 那麼這個機會就是領域了 而當他越聽話 越聽神的話的時候 他的發揮就越大 那麼 也有時候我們是可以 求神帶領我們擴展我們的領域 譬如在網上 可以發揮去分享 這些都是擴展我們的領域 那麼這個也是 是可以一直發揮的 譬如說 越做越好 越多人跟我們那些影片 那就越影響力越大 也都同時 是有 破壞的機會的 為什麼破壞的機會呢 譬如有一個人 他做得很好 但是後來有人發現 他原來呢 他犯著一些嚴重的罪 譬如他犯奸任 或者他欺騙 或者他拿了一些錢 不是屬於他的錢 他偷了一些錢 那麼當人發現的時候 他就立刻 拆毀他有的領域 即是立刻那些人會不信任 那麼他 如果他真心悔改 那些人慢慢信任他 那個恢復呢 是慢很多的 那麼所以我們知道呢 我們有的領域 我們是需要去保持的 那麼另一個方法 有些人失去呢 就是人際關係 譬如他很有恩賜 很有心愛主 自奉神 不過呢 他跟人相處呢 是有很多問題 經常都會發猛症啊 不關心人啊 不回應人啊 會跟人競爭啊 雖然他很有恩賜 但是呢 他是會破壞他自己有的神 給了他的這個領域和權勁的 那麼所以我們是需要保守啊 揭力保守 揭力保守 神已經給我們的 我們揭力保守 讓我們不會被魔鬼 或者我們的罪 將這些領域搶走 那麼所以呢 這個領域的加強 和減弱 都是在乎我們怎樣親近神 怎樣遵從神的 那麼而在這些運作裡面呢 也都神是會賜給我們恩賜 但是當我們有罪的時候 這些恩賜未必會走掉的 譬如一個人啊 他敬拜神很好啦 那麼他犯罪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敬拜的 不過呢 當然人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啦 也都有時候他跟神的關係不好 以至他親近神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大的信心了 因為他一路祈禱 可能一路覺得神都不太喜歡 聽他的祈禱的 那麼他有這些事呢 都會影響他那個恩賜的運作 但是有很多人是 的而且確 他依然有醫病的恩賜 甚至依然有先知性的恩賜 但是他的行為是真的不是好的 那麼所以其實他就算做到很多事情都好 神不起悅的 他不會得到神的大的賞賜的 我沒有回答你啊 就是可以得到也都可以失去的這些領域 還有權並和恩賜 恩賜呢 就失去就是主要是我們發揮得不好啦 就是那個人 本來有這個恩賜能力可以發揮很大的 但是呢 當他在最終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一些信心啊 他的恩賜可以減弱啊 這樣吧 好啊 謝謝牧師 好清楚啊 OK 好多謝你 幸好沒有人有問題啊 放鬆的人 感謝神 歡喜神 欣賞神 喜歡神 神真是我們最好最好的 耶穌說是我們的產業啊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你用成糧給我的地界坐落在街面 至處這個詩篇十六篇那裡講到 耶穌說是我們的產業 我們有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啊你真好 你用繩糧給我們的地界坐落在街面 至處就是神你為我們預備的恩典 是非常美好的 你會賜給我們須用的一切 所以我們全心愛神 聽從神 處理生命 真心祝福人 建立內心愛心 關懷人的心 憐憫人的心 神一定歡喜的 我們一起祈禱啊 親愛天父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真美好 主耶穌你真美好 神你充滿憐憫 充滿恩典慈愛 充滿能力 一切的事都在你的手中 所有的資源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們聽從你必定蒙福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你時時愛我們 深信你時時喜悅我們 歡喜我們 神你一定喜歡我們的 你一定喜悅那些親近你的人 所以我們親近你你一定喜悅 我們就放心 我們就輕輕鬆鬆 開心去親近你 整天活在喜樂之中 不需要擔心憂慮 因為神你喜悅 真心跟從你的人 就算我們不夠完美 神你都喜悅我們任何的 跟從你的努力 我們有不完美 我們就求主赦免 並去處理生命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你對我讚好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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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讚好 神真奇妙 神真奇妙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我們每天可以開心快活 我們每個人都是神所挑選 叫我們得救 神為我們生命有個奇妙計劃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未到一天 你已經寫了你的策相 神是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奇數 何等眾多 你已經寫了很多好的意念在天上 只要我們信靠你 親近你 遵從你 我們必定發揮 求主特別幫助我們有信心 就是相信神的華語 相信神的應許 相信神喜悅 我們親近你 遵從你 相信我們有罪 我們悔改 神就歡喜 相信我們總要 只要我們努力去跟從你 你一定會歡喜的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活得開開心心 沒有壓力 因為耶穌說 你的騙是容易 你的淡子是輕省的 當我們扶你的騙 學你的樣色 我們就心裡必得享安息 我們願意去跟從你 服侍你 學你的生命 神你一定歡喜 你就賜給我們 心裡能夠享受安息 你的騙就是容易的 你淡子是輕省的 叫我們不要用人意去侍奉 不要用人意去跟從你 不是用人的方法 而是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就是信靠神的恩典 信靠神的大能 信靠神凡事都能 信靠神看重我們 信靠神想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 信靠當我們遵從你 愛你 祝福人 憐憫人 神一定會歡喜的 主啊求你幫我們 時時信靠聖經的話語 跟從聖經的方式 我們有這個信心 神一定會祝福的 我們有信心就走出來 當我們走出來 神一定會喜悅的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我們可以享受你 我們可以享受你 多謝天父 主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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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心 以我利益 主我僅靠你 以愛 金鐘 盡我心 將我擔擄 我只歸你 屬於你 我只歸你 只歸你 以愛 金鐘 奉莫我心,將我肯擁抱,我只歸你屬於你,我只歸你,我只歸你,我只歸你。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感謝耶穌,多謝天父你這麼愛我們,你這麼體重我們,你這麼想祝福我們,我們真的感謝你。 你能夠凡事祝福,我們真的感謝你,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愛你,全心遵從你,我們整個生命必然蒙福,求主幫助我們以神的事為念, 此時關心人,憐憫人,尋找機會服侍你,神一定會歡喜的。多謝耶穌,感謝耶穌,Hallelujah! 我們可以開心做人,我們是沒有原因去仇煩的,仇煩是魔鬼用的方法,也是我們聚聖情帶來的後果,求主幫助我們不需要活在仇煩之中, 可以活在喜樂,平安,興散之中,經常深信你喜悅,我們親近你喜悅,我們遵從你,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來到奉主耶穌聖名,Amon!Hallelujah!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聖名,Amon!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